马依丽在娱乐圈算是出道很早的女星 76年出生了她 20岁就出演了自己的第一部电影 大多数人认识她应该是在奋斗里面 她饰演的夏琳 让人们看到了年轻人的奋斗精神 不过在她正式发展事业的大好时候 她选择了和文章结婚 马依丽和文章在2008年结婚 到现在俩人有两个宝贝女儿 马依丽在结婚后的重心回归家庭 在照顾孩子期间缺少对自己身材的管理 在家之经常素演出门 被网友吐槽身材走呀 颜值下降 不过马依丽在2013年复出之后 相继演了小爸爸 北上广不相信眼泪 以及中国式关系和我的前半生之后 通过这几部剧 再一次展现了马依丽作为演员的实力 而且走出运气之后的她 现在的身材也已经恢复到最初的样子 整个人的气质非常好 虽然她现在已经42岁 不过还是完全看不出来 看马依丽身穿礼服参加活动的样子 真的是美到发光 每一张都有女王范 网友马斯六气质回来了 我们下期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